做好这种种态 黄先生和王先生两位是不是注意到 有些批评者态度比较极端 也比较尖锐 那既然你们用短刀子刺过别人 那么现在呢 有些网友痛斥你们的话 可不可以直白的 就能说别人 比方有网友讲了 说是明明你们只有五个人 却起了个名字 做书名叫中国不高兴 谁授予你们权利代表中国 五个人能代表中国吗 你们设计盗用中国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上次新京报记者采访时 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当时我就说了 但是你凭什么你说我们就代表不了呢 你不就你一个人吗 对不对 你说我们代表不了 那你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发言吗 对不对 全中国人民说我们代表不了了吗 没有说 对吧 所以你这样 所以你这样 所以说的那个 鱼的那个事 这是一回事 对吧 你首先问我们的时候 你已经失去了问我们的根据 对 你在代表全中国人民发言吗 已经一个人在代表全中国人民发言 你说我们五个人代表不了 对吧 我们五个人代表不了 那如果他们这么说 他们说我们在批评你的时候 并没有代表全国人民批评你 我就代表我自己来批评你们 并没有获得中国的授权 那我就说了这样的那个用法 这样的用法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 中国什么中国什么你去搜去吧 多了对吧 恰恰什么恰恰什么去搜去吧 就是个起个名吗 但是说能不能代表 我当时我说几条标识 对吧 第一 我说从最紧急最窄的那个方向看 确实要看这个书的销量 对吧 当然有些人说买我们的书是去烧的 我说那非常欢迎 我说我说我说你这时候跟那个 赵这个实验所男男的书一样 我说我非常希望你们乘捆 乘包买的去烧 对吧 我对这种就是说给我们一给我们送钱的方式来表达 对我们赠他们的这种奇色的轮表达 我非常欢迎 对吧 但是我认为买我们书的人很多人 还是喜欢我们书的 对吧 这个就是说呢 要人非常多的话 最起砍你就可以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民意 对吧 从新浪网的这种调查上你可以看出 我们还是代表大多数人 我们不可能代表十三亿伟一个人 但我们代表大多数人也没说代表 对吧 那那你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不是当选 是不是代表代表美国人民选择他呢 我们比如说美国人选择他他选择他有百分之多少 你这话说完了之后我告诉你 对吧 马上有网友接着说王晓东自比奥巴马 对吧 他随便说我批我比他呀 我看他跟我差咬子 奥巴马算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太开玩笑了 对不对 我真的我真巧 也有网友对你们的书名很喜欢 嗯不但喜欢而且看了 看了以后呢有网友发给评论说 说是只想中国不高兴 这本书好像应该再讲讲 子中国 子应该怎么高兴 怎么才能高兴 因为我已经看了很多了 对吧 我们讲什么不高兴 我们就在想要怎么高兴 对不对 要不想要怎么高兴的话 那我还想不高兴干什么 有大半本书 我才想不高兴 那个 有新网友朋友的是秘名的 有新网友朋友的是笔名 但是也有人用真名字 比方说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的女剧者 人情人生战地玫瑰的吕修鲁威 在博考当中呢 讲到过说 这五个人当中的某一个人 就作者之一 坦然承认 说呢这本书呢 是一种炒作手法 你们当时谁见过李秋鲁威 那个谁啊 那个宋小军呗 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就说呢李秋鲁威说呢 说这上呢就把网络上的 互相争来争去啊 其实那反方呢 全是我们的书团 其实这个宋小军呢 是当时开玩笑 但是我说了 其实我们确实有书团 我们确实有书团 这句话做成这个直播的标记 这个王小冬说 我们确有书团 确有书团 我们的最大的书团啊 是奥巴尔 然后法克齐什么的 美国国会什么都是我们书团 我在网上就写这么一天 后来那个就有一个 后来就有一个那个网友 就给我贴了一个贴子 说王老师说书团又来了 说澳大利亚最近刚刚所决的 就是中国里面 说澳大利亚又当我们书团了 所以我们书团就是大的 反正是你们这么说 他们那么说 网上的现在很热闹 争来争去 有的人似乎比较超多 他许的立场是中间的立场 他说听了你们各种各样的议论 他依然坚持认为 极端言论 极端言辞 包装成策论 这个历史上呢 就是有先例 也就是说 这位的这个发言者认为 你们这就用极端的言辞 来包装策论 说你们不过是 重复了历史上一些人的手法 是极端的言辞 被包装成了策论 还是用极端言辞来 就是说你推销策论 这还不是一回事 他也没说清楚吧 对吧 我觉得呢 首先呢 我们这也不是什么策论 因为策论我感觉是 给政治用的 我们是明天给一个发言 我们不是给这不用的 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都谈着说 我们这里有很细致的 对于政治 中国中华民族未来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方面 应该怎么做 有哪些问题应该改正 应该怎么做的 思考 你倒可以说 我们为了传播学的效果 我们把这种 比较缜密的思考 用比较极端的言人 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 这不是 其实啊 我现在觉得吧 因为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说的 那个人的说法 其实我是想的 我都怀疑嘛 他看给他 有些人坦诚 他不看 看了标题就不想看 他不说你不看 就算你们写成了 问题就在这块 问题就在这块 你比如说李英格 他就等一个例子 他就说老师我这本书呢 你看 他就不打算看 我根本就是 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点的兴趣 于是呢他就说呢 李英格老师 李英格老师 只只有专业性体 专业以外的事 他不太感谢 但是他还说 我还有批判这本书 是吧 对 一事呢 他就在那批判 他比如批判 他说啊 这本书呢 什么的 什么反民主 什么什么 那就显然 显然他没有看到 这个书里 到底讲的什么东西 那我就觉得 就像这样的 这种批判呢 就说的 不值得回答 就是很没意思 不值得回答 对吧 像李英格老师 还有很多网民 他李英格老师 会认为 他代表了很多网民 就说比例呢 当然肯定 肯定是不超过20% 因为这有调查 是吧 不超过20% 但这部网民的话 就说怎么简单呢 就说 他们确实 对这本书不感兴趣 当然呢 他们对批判者 说很感兴趣 对吧 但这样的批判 我认为 没有必要回答 二位 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对你们批评当中 也有的人呢 情绪不及断化 他们说的话呢 爷爷似乎呢 是代表了一个新的角度 比方说 有一个网友就说到 说是 咱们现在是强国了 至少是在 和平崛起的过程当中 因此 他认为 一个负责任的 有国际影响的 这样一个 正在崛起的 强国的表情 不应当是不高兴 而应当是温笑的 你怎么办法 找黄世奇先生说笑的 你认为他是说 有点道理吗 又给 又给说哭了 其实啊 那个 有一个 有一个国外的记者 在问 我还是跟他说了 他无非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应该 对吧 你还是 那个超风引会的 基本上 超风引会的私部 对吧 不过就是 我们想好了一点 原来呢 头呢 就是什么都给藏着 现在我们还可以 去来笑一下 嗯 实际上我们这里 就是 咱们就说 没太笑 对吧 也就是我们 作为一些民间的思想 我们并不代表 中国的国防 也不代表 中国的外 就要不 我们不是他们 怎么的发现人 对吧 我们要是我们怎么表达自己 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这再一点 就是说 如果要说 说我们是强国 或者说我们是一个 有自主独立人格的人 或者说是国家有这个比方 那我们想笑就笑 我们想不笑就不笑啊 我们整天要老跟人对笑 那不是奴才是吗 奴才见了主子老得对笑 这都什么主意啊 这玩意 胡说八道这不是吗 对不对 我们老冲别人笑 我们就是奴才 我们现在想出谁家 冲别家 我们想出谁 瞪眼成为邓眼 怎么了 这是我们全力 要干嘛